善吧 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 今天你们大阿姨非常有心 霸道总裁上线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双十页的特别节目 其实我觉得到了双十一最值得下手 最值得消费的就是一些大牌护肤品 就一些平时你可能买就会觉得不太划算 但是这时候呢 你可以获得非常多的优惑 非常多的重型 一些小样啊什么 让你继续感受你喜欢的这个大牌的其他产品 所以说今天的我要疯狂的为一个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产品 叫做神仙水 没错就是它 今年的包装是不是特别的 特别 今天的词汇怎么这么溃乏了 这个包装真的是很跳跃 给这产品注入了一些新鲜的活力 这款神仙水就是今年的限量版 这酷炫的包装呢是在天包上全网独家发售的 多么独特多么酷炫的包装 居然有人说它长得像暖水杯 这可是SK2联合阿姆斯特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叫做Karang Singh 以波浦艺术为灵感 打造了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跳跃的 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包装 是限量款的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紫色瓶 它还有两个其他的颜色 一个是红色跟一个蓝紫色那种 我看到这个包装的时候是觉得眼前一亮 美得非常张扬 很活泼 有艺术气息的这样一个包装 I like it 除了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今年限量的包装之外 我还会分享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的这个神仙水 我的使用感受 我的肤矿有什么变化 还有它的正确的使用方法 还有最适合的人群 我都会给大家一一的详细的解答 所以如果你们之前就有注草这个 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神仙水 看它双十一值不值得你下手的话 一定不要错我今天的视频 你们的大阿姨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 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也给大家分享过SK2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当时就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觉得在短期内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 它呢给了我第一次的这种 怎么说呢贵妇护肤品的一个体验 让我在神仙水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就现在真的离不开这瓶神仙水 那首先熟悉它家产品的人都知道 它们最有名的成分就是非常高浓度的Patera精华 是一种酵母的提取物 全世界就只有它们有的这个专利的酵母发酵提取液 Patera这个成分呢 它就蕴含非常多的营养成分 就比如说 这时候我要偷偷品一下我的笔记 就是高浓度氨基酸裙 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 还有一些就是多糖粘性物质 这些呢都对皮肤有非常好的作用 尤其是对像我这种皮肤状态已经进入熟龄期 亲熟龄期的人群 可能过了25岁之后啊 皮肤一下子就各种问题都会出现 我之前明显感觉到我的皮肤表层呢就没有之前那么有弹性那么紧实了 尤其是到了冬天你会觉得皮肤特别容易缺水 然后表面这层皮呢就有点皱皱巴巴的 有点就是缺乏弹性了 在你做一些表情的时候 脸上就会布满一些细小的纹路 Patera呢就可以给皮肤高效的注入一些活力一些营养成分 然后就是滋养修复你的皮肤 然后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呢还可以调理你的这个皮肤的 那叫什么 酸碱平衡PH那种促进皮肤的水油平衡啊 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显光泽 让你粗糙的皮肤表面呢变得更加的平滑 就是对皮肤纹理有一个非常好的改善 这个效果是我在一到两周使用的时候最大的感受 就是它让我的皮肤纹理变得很细腻 还有抗氧化抑制黑色素的呢 它其实功能是真的特别的全面 并且大家不要误会它其实不是一个爽肤水 它是一个精华水 它的这种营养成分对皮肤好的成分是浓度非常高的 我用下来呢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开始 短期内我能感觉到皮肤的纹理变化 长时间用下来呢我会觉得皮肤更加稳定更加健康 你们就是关注我时间比较久的人一定能看到我皮肤的变化 就是从去年的 从去年我一直是额头上会长很多闭口 脸上也会一直冒痘 我还有下巴这块一直会长一些姨妈痘什么的 但是我持续使用这个 去年春节那个期间我用它用的比较密集 到往后呢我使用频率稍微就变小了一点 因为我觉得一下子皮肤好像得到了一些改善 皮肤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会隔三差五的拿下它来用 并不是每天都在依靠它 只要我觉得皮肤不太舒服 然后眼下这块颗粒感很重 额头上有要长闭口的趋势啊 我都会立刻再把它拿出来用 配合一些湿肤什么的 我就会发现我的皮肤的状态会变得越来越好 我现在皮肤的平滑度就是素颜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看到 真的比之前要好很多 真的好很多 说实话从去年到现在 我买的大盘的护肤品并不是很多 因为我平时呢经常要试一些新的产品 试一些新的国货 那种护肤品之类的 你们看过我的那个护肤空品的话 应该就比较了解 我到底都在用一些什么产品 神鲜水 我觉得在这一系列的护肤品里面 算是功不可没的 它让我的皮肤长期的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其实今年作息不规律啊 还有熬夜的情况是比去年更严重的 但是我觉得皮肤整体的状态 看上去没有那么的疲惫 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真爱 好凉啊 接着我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正确的使用方法 像神鲜水呢 其实价格确实也不便宜 所以一定要用正确的使用方法 好好地来护肤 之前呢我有给大家分享过 我是洗完脸之后呢 用化妆棉在脸上擦拭 轻轻地擦拭 但是我发现了 这个办法不一定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像我在夏天啊 在皮肤比较油的情况下 我是愿意这样做的 但是在现在天气比较干 或者是换季皮肤 有点敏感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那个化妆棉沾射之后 轻轻地拍按在脸上 让它慢慢地吸收 就避免这样来回地摩擦你的皮肤 这对敏感肌啊 或者是大干皮 或者是那种皮肤 角质层特别薄的人呢 是比较友好的使用方法 在我的皮肤变得不太健康的时候啊 肤矿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想要及时地调理一下肤质 我就会用 沾式的化妆棉 轻轻地吃敷个三分钟 五分钟 然后拿下来 再轻轻地拍一拍 吸收 接着再继续后面的上妆 就是让皮肤 密集地补充营养吧 但是这个方法呢 我也没有很频繁地在用 我用湿线水都是很省的 我之前那瓶湿线水 大概也用了七八个月吧 虽然我知道它的保质期 是建议大家 开瓶之后呢 六个月内使用完 但是如果你注意它的保存啊 放在低温的 干燥的环境 然后用的时候尽量用化妆棉呢 减少这个细菌的滋生 我觉得是可以用上个 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的 所以说我感觉它的作用 在混合皮到油皮的脸上 是最为明显的 因为像这种肤质呢 你就会感觉 皮肤经常容易出个闭口啊 毛孔容易被堵塞 所以我觉得这个神仙水呢 也有这个疏通毛孔的作用 让你这个额头 真的 我从去年过年到现在 把额头上零零散散的 也就是冒了两三个 三四个闭口这样 并且每一次它冒出来 那很快就下去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前一段时间 额头上长了一个巨大的痘痘 后面我就有师傅这个神仙水 你看 这个痘痘下去了很多 是这边还是这边 我都忘了 那如果你是一个干皮的话 皮肤纹理很粗糙 也可以用 但是注意手法 千万不要这样 用化妆棉过度的摩擦你的皮肤 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 角质层变薄 我感觉也是有一定的 这个镇静消炎的作用 神仙水真的很厉害 是它的效果让我非常的服气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非常 努力的推荐这个神仙水 我也是神仙水打高 双十一期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因为这时候呢 SK2就会搞一些活动 重点是有非常多的重心 就是SK2家的明星产品 你都可以一次性感受到 如果没有尝试过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你要做好准备 一旦让SK2开启了你的贵妇 护肤体验 就有可能像我一样 一入深坑 无法自拔 现在天猫上市已经预售了 如果你们喜欢可以付定金 因为好像付了定金之后呢 会有一些额外的赠品 并且像这种限量款的话 它都是比较抢手的 如果你们今年计划是要买SK2 可以稍微早一点的下手 因为迂服定金的话 还有可能获得波浦艺术环保袋 还有限量的设计师定制礼盒 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没有这个预算的话 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相信大家 吃到有一天都会变成精致的 SK2女孩 反而我自己就很相信 那个就想要什么就来什么的那个定律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吸引力法则 对 真的心里一定要保存着这种希望 将来哪一天 我一定也是能够尽情地享用SK2 对不对 你就会越来越有正能量 越来越积极 努力地面对生活 然后你的未来的路也会越走越顺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之前呢 也是听妈妈讲 她非常喜欢SK2的神仙水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我将来一定要拥有SK2 说多了 反正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就是 始终保有对生活的热情跟向往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你们看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 然后今天有给大家准备福利 因为你们都是我最可爱 最贴心的宝宝 如果你是在11月10号之前 有购买SK2旗舰店 天猫旗舰店的预售产品 或者在双十一当天 有买SK2天猫旗舰店的任意产品 只要你备注上 你在下单的时候 备注十一 就是那个一一 然后加我的名字 帅你脸毛蛋 一一帅你脸毛蛋 你就可以获得价值100多块钱的 SK2尾白面膜 则一个小小的福利 给要下单的蛋仔 其实小粽子现在挺胖的 他的肉都在身上 跟我一样 脸小 身上肉多 是不是脸蛋比较有欺骗性 小粽子中间睡到不嫌人事 不嫌猫事 最后呢 我在写我们家小星巴 我们家老大 给大家say goodbye 星巴 星巴好久没有上镜了 六位感觉 六位的有些拒谨和羞涩 对不对 不要推我的脸 给大家再见吧 给大家快 给大家快say goodbye 拜拜 拜拜 拜拜你看啥呢 看镜头宝贝 看镜头啊宝贝 快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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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